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好 赞美主 是话语的时候 信实的时候 今天是6月23日 星期五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 《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 《祷告的大能》 我们的开篇经文是 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错 互相祷告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日请祷告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没有什么绝望的情况 是我们不能通过祷告改变的 请阅读我们在《扩大经典版》一本中的主题经文 他说 一个义人恳切的 发自内心的 持续的祷告 使巨大的能力成为可能 强有力的运作出来 我们的祷告不是徒劳的 想想保罗和希拉 圣经说他们被抓 被打 被扔进地牢 双脚被捆锁 但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第二十五至二十六节中记载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求凡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狱的地集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 众求凡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这是多么了不起啊 两个人向神祷告并唱诗赞美神 就发生了地震 他们的歌声有多大 才能引起地震 打破所有囚凡的锁链 这让你知道 这肯定不是因为他们歌唱的音量 而是他们祷告的大能 荣耀归于神 没有什么是你不能通过祷告改变的 因此 使祷告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主要特征 成为你日常作息的主要部分 这样会兼顾你 帮助你即使在面对最艰难的试探和逼迫时 保持专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给我祷告的特权 并以你一起在地上和人们生命中 强制执行你的旨意 即使现在 我为世界各国 宣告平安 进步和新盛 在耶稣的名利 Amen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您在学习期间 参考并默想这些禁文 以福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 AMPC 荣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袖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圣力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